记者叶永迁琉球报道,国庆连甲今天开始,屏东小琉球人潮爆慢,搭乘东流线的交通船都是大排长龙,而民宿、旅馆也全都订满,使小琉球的观光更加热络。 国庆四天连甲今天开始,从上午起南下往东港,小琉球,增丁的主要道路都塞满车潮,不但国道3号南州交流到大塞车,开88线万丹到竹田段也是满满的车潮,塞车严重,而东流线交通船更是排满了人潮,为了输运人潮,交通船也不断的往返东港,小琉球二处码头。 出国今天将超过1万人到小琉球,也让东港码头附近的停车位全都停满了各地前来游玩的车辆。 小琉球业者表示,这次的国境连甲天气相当好,天气晴朗,风浪平静,相当适合前来小琉球玩水,因此不管是旅馆,民宿早就被订光光,各项的活动游程都是满满满,如果没有事先做好计划,安排好住宿地点, 那就只能当天往返了。 业者说,小琉球因为不受东北季风影响,因此冬季也是一个玩水的好地方,不像肯定在冬季时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而变冷,小琉球是更是一个必冬游玩的好地方。 感谢观看, 感谢观看